我们来谈谈长玉的感情世界 其实长玉还算是一个多情的公子 他在巴黎的时候参加一个天狗会 就是很多的当时华人学生在那边成立的一个天狗会 当时有一个漂亮的女生叫做蒋碧卫 她比较有感性可以感受到长玉的态度 像是少年韦特一样 长玉这份感情非常的矛盾的痛苦 大家知道蒋碧卫是谁吗 她是徐碧红的夫人 其实他们经常会在一起聊天或饭一起聚会 徐碧红他非常认真经常去艺术学校的花花 长玉有一些非常公子很浪漫的这种情怀 她经常就会陪伴着蒋碧卫去一些地方 包括风丹白鹿去一些巴黎的名声古迹去做游玩 所以他们也非常聊得来 长玉呢其实对这份感情非常的矛盾和痛苦 因为蒋碧卫是她好朋友的太太 当然之后她就会把蒋碧卫视成可望而不可及的偶像 是她心中非常纯洁非常温情的代表 一段时间之后想必为又跟另外一个叫做张道涵的发生一些变化 并且这个关系明朗之后 长玉她心中的偶像 若然破裂她的失望是非常的大 可想而知她有一点感情上的挣扎 在这种失望跟痛苦之下呢 不久之后呢她就离开了整狗会了 她本来是非常敬重心中的一个女性的偶像 她就从此之后呢就对女性的看法有了一些改变 在她生命中也出现过很多的女性 有非常年轻漂亮的贵族小姐 或者是金发丰满的模特 所以在她的感情世界有一段非常非常浪漫的崇敬 长玉的一个巴黎的贵族小姐 有一段非常短暂的婚姻 所以在她婚姻之前 其实她对蒋碧卫的偶像的这种敬重啊 对女性的这种美好的憧憬呢 发生了一些变化 所以之后在她的画当中表现出来 长玉的画有自己的一定风格 并不像是一些画家妈的这么学员派 还有她自己的想法 其实呢长玉的生活 那就是常常会拿着一本《红楼梦》 在阿里的圆顶餐厅里面去看《红楼梦》 喝着咖啡啊 其实就是在物色她的model啊 我们在她的画里面可以看到 有一些身材比较丰硕的 比较丰满的女性啊 也有一些比较瘦一些的女性啊 其实她的画非常的有特色 特别是她画裸女的部分 她的好朋友徐志某 在跟她通信当中 就写到她画的裸女叫做宇宙大腿啊 我们仔细去看她画的裸女 用的是有画的方式 但是我们仔细去看 裸女其实都一气合成的线条啊 这么优美的女生线条 她用毛笔的书画方式 可见她在九岁跟赵夕 一个非常有名的书画家 打下了非常深厚的基础 但是我们仔细去看的画 比如像是夕阳花 比如说林布兰的光啊 这样打下去的光 但是也可以看出她的画 有非常好的层次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希望大家会喜欢长玉 欢迎大家订阅 珠宝艺术家李源频道 谢谢大家